好喜歡通靈少女的主題曲 李千娜唱的不曾回來過 對 這首歌超柔情 而且內容跟通靈少女裡面 就是非常符合 所以就讓大家非常的喜歡 聽說點閱粉絲超多的 200多萬次了 小燈 新影題材結合感人愛情的電視劇 通靈少女影響結局的一場演唱會 再愛的 再痛的 終究會離開 再恨的 再想的 終究會遺忘 找來李千娜飾演一位 曾被通靈少女郭書瑤 開導過的歌手 這些年用時間的手 無心的走夢 雖說是插曲 但李千娜演得動人 唱得柔情 搭配劇情 也讓觀眾聽了女心 捨得捨不得 沒有什麼非誰不可 就讓自己慢慢成長 慢慢放下 歌曲不曾回來過 有情感也有故事 因為戲紅 歌的人氣也翻紅 疊願人數突破247萬人次 同樣的狀況 他需要你 那我呢 我就不需要你嗎 我都像黃的一樣 還繼續愛著他 先前李千娜主演的網路劇 迷途第二季主題曲 打勾勾 能不能說海外走進更多 歌曲呼應劇情 也讓看戲的人跟著聽歌 點閱破270萬人次 李千娜似乎也因為 又演又唱的模式 讓戲劇歌曲相輔相成 成為個人特色 TVB新聞無敵為正祥 台北報導